電影 電影我們常常在看 用電影的手法來做影子這件事情 那是一個不同世界的事 《黑色微光》是這次 《非人集社》很特殊的一個作品 我想這是應該在台灣偶戲界裡面 少數融合各種不同的 所謂電影式光影跟偶的形式 的一個複合式作品 電影式光影這樣的東西是 我們這次邀來的美國導演 Larry Reed的一個發明 一般來講我們普通的光影 就想皮影戲好了 它就一盞燈的情況下 它的大跟小或近跟遠 可能永遠就有一個邏輯或一個尺寸 但如果說我們的光可以有到三盞燈 或更多的光源去做跳街 就像是鏡頭一樣 中景、近景、遠景 那切換出來的敘事 說故事的方式就會比較豐富 《光影偶》裡頭它會有很多 尤其是Larry發明的那個十字面具 有人扮演 戴上那個十字面具後 可以有轉向的表現 它又跟以往的我們知道的皮影戲 又很不一樣 因為它有身體的動態 可以跳舞啊、跑來跑去啊 做一些身體的表演 我們的故事是取緣於一個社會事件 一個九歲的小男孩 他就是目睹了 就是家裡的一些比較暴力的部分 所謂的目睹兒 在故事裡頭其實小男孩 雖然他雖然把自己封閉起來 可是他有自己的想像世界在支撐他 我希望觀眾可以透過這個作品呢 可以看到 當我們遇到了一些問題 你可以有一些選擇 不要把門窗都關起來 那它要怎麼出來 是不是可以多給予一些 關懷、陪伴或等待 讓他們的受傷或疼痛 再更少一點 我現在那個部分應該就是 標題黑色微光的微光